祈祷 欢迎与主同行 天天跟随主耶稣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金句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道策来,无非要杀害委惠 耶稣基督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得的耕风性 几十年前 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 我就相信 所以我宿令的生命很少喜喜乐乐 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答应给我的生命 是风性的生命 我觉得耶稣基督最伟大的地方 不是祂自己伟大 祂乃是叫人可以成为伟大 祂说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得的更风性 所以叫每一个人 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得风性的生命 所以我就相信 因为祂来的目的是这样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觉得软弱 有时候很多基督徒说 我软弱 我通常会跟祂说 你信了耶稣没有? 我信了 耶稣在哪里? 耶稣在你心中 耶稣是不是软弱? 是的 祂说不是软弱 既然是这样 应该挺起空堂 好好地靠耶稣 做一个坚强的基督徒 因为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风性 我相信耶稣基督 也一直要继续 将风性的生命给我们 相信基督徒要天天与之同行 操练 天天跟随耶稣 越来越有 耶稣基督封成的生命 恭喜大家 和谐频道的发展 哇 好厉害 好有異仗 也有上帝圣灵的祝福 在这个和谐频道里面 利用到手机的软件 对你自己 对微信的 对目者 和谐频道 将会给你很大的祝福 宝宝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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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